不断有阵阵浓烟从大楼窗户内飘散 消费人货报赶赴现场 大楼内的住户都从睡梦中惊醒 穿着睡衣睡裤来到一楼避难 火警发生在3号凌晨6点多高雄丽雅区的一栋大楼 其中13楼窜出火烟 屋内住着一对祖孙 两人当下仓皇逃生 就连其他大楼内的民众也跟着进行疏散 祖的太太还有孙女都有逃出来 那我们布线上去13楼14楼之后 就立即布线将火事给抢救给扑灭 两人有轻微呛上预防性送医 消防表示住户有的阳台燃烧杂物 消息的起火原因还要等警消调查厘清 台风天南部风雨交加 这回又发生火警 幸好大楼内没有人员伤亡 不过这一天也让民众度过了惊险的台风假